欢迎收藏请收视频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击分享准发一下 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弹幕和评论 留下宝贵的意见 感谢大家摸摸的 哈喽的大家好 昨天我的老婆在看了一眼我之前的视频 就是那一期说七八个女混戏 给我人工呼吸的那一期 但是他看完之后 但是我依旧坚挺 尽管他看了 但是我依旧坚挺 只不过现在就夕阳无限 我的瘦哥变瘦少了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视频 大家又可以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了 这个视频比较长 一共分为三把 我用了三把的蔬菜 一把是沙漠灰 剪了一点点精彩的片段 拿来说前面这堆废话 因为这一期的视频 我必须要说一些 你们可能认为是废话的话 第二把是卫星基地 第三把是阴眼 之前有很多网友留言说 这个赛季的枪王牌 为新地图阴眼实在是不会打 你说干你怎么能教教我 好的 我一边烧一边教 为什么大家 要大家踊跃在视频里发布弹幕和留言评论呢 因为我是一个爱看我自己视频弹幕和评论的人 我看别的视频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视频 我都不爱看评论 因为我知道网友大概看一种东西都会发表一些什么样的言论 因为我是一个老网民 网络环境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就喜欢看我自己的视频和弹幕的评论 因为这些东西能让我提升我做的东西的质量 但是采不采取呢 你给的意见 采不采取呢 要看我自己的理解能力来决定 我觉得好 我就尽量往那个方向做 我是一个成年人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能力 我觉得你提的好 虽然比如说你骂我 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觉得说的对 我就会往那方面改 我觉得不好 我就不采取 那么最近就有很多网友说 诶 赵哥 能不能发个死亡激情 那么很多人 通常都会觉得这个打游戏厉害的人 他是不可能输的 也是不可能死的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差 比如说我之前直播的时候 比如说有的人他看了 他正好看到你状态不好 或者说没杀人的时候 他看到了 他就觉得你很惨 你打出再好的操作 之后他看到了 他也会说一些 你不就运气好吗 或者武器好 或者对面在 或者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 打游戏呢 水平厉害只是一方面 你能不能发挥出来 还要看一些其他的因素的 不过游戏水平高的人 自然是要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能表现出来的 那才叫厉害 而且玩游戏的水平线 要达到一定的档次才叫厉害 比如说你会的东西多 比如说你跟人家对枪 你大多数几率都 不管什么样的选手 你都占大多数的那种几率 击杀他 占绝大部分的优势 那你就是枪法好 那你这个人的枪法水平 确实算比较高 就打个比方就这么说 好的 让我们来讲讲这把游戏吧 这一局的地度呢 是卫星基地 好像是一把枪王级的段位 在网通区打的 这个大区的水平 其实还是蛮高的 对面的水平呢 也比较OK 算是还可以的 但是我的队友呢 就真的是在烂鱼冲速的感觉啊 他们就好像知道自己的队友是禽兽区 他们对吧 就好像知道自己队友是禽兽区呢 他们就好像真的在家打飞机 就疯狂的睡 疯狂的跪 这样真的让我觉得好难被 哥哥呀 真的 他们除了在游戏过程中跟我说 哇兄弟 你那局打的好准啊 这种比较小朋友的台词以外 就真的好像是毫无贡献的感觉啊 这个人真的毫无贡献的感觉 你看这边 中路打掉一个之后 我们在这边迂回啊 甩着我性感的臀部和胸心的八对大部 我就是那个16个奶的怪人急受剧 然后跳来跳去又拉过到中路啊 对面 他知道我们要压中路啊 基本上打卫星基地这个图的话 抢下中路就是一波压子啊 压子直接拉过来就抽人 抽完人之后呢 在中路迂回一下 看敌人是否走小道和壁 其实中路和小道 都是这一张地图啊 都是在中路一个位置都是可以架住的啊 只要不打同步 基本上一个人是可以给他架死死的啊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打卫星基地保卫的时候 这么喜欢抢中路啊 抢下来中路啊 你中路或者在家架点 或者小道进攻啊 或者壁仓直接转壁连啊 都是可以死死的给他架住的啊 只要不打同步还是那句话啊 你看这边就是啊 队友好像真的没什么作用 我都告诉他们中路丢雷 反复的告诉他们丢雷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作用啊 这搞得我有点生气啊 当时打的时候 不过这局的队友还好 因为他们至少是夸的啊 有的人呢 你在游戏过程中 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人 他明明打不死人 明明是你一个人疯狂带飞 你说你们能不能给点利啊 什么之类的话 或者有的时候你说重一点 哎呀 求求你们能不能杀个人啊 哇 你们也太菜了吧 他就会疯狂的骂你 耶 八子 你才菜呀 杀几个人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 是不是 什么什么的 就这样装逼 什么什么疯狂的骂你啊 你他妈是一条内裤吗 就知道装逼啊 你是女人的内裤吗 装逼啊 我是男人的内裤 我还赚鸟呢 哈哈 好的 在下半场双方攻守互换之后呢 我的队友还是没什么贡献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还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力网狂囊啊 也不能说力网狂囊嘛 还是一个人在死撑啊 这边已经是来到了15个人头了啊 呃 我们先拿到四份的情况下 而且基本上都是我中路一直抽一直抽 啊 拿到四份的情况下啊 他们感觉还是没什么贡献啊 你看这边 啊 就我打死三个人啊 这两个人还是 对吧 一共五个人 我打死三个人 他们一个没杀啊 那么好吧 那么这边啊 我们一直让对面追追了多少分 反正当时我是一直叫他们中路丢波雷卡不加 但是他们上去就冲上去就冲 冲就算了 还有很多很多把就是连枪都不开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比如说这里啊 也就是我运气好啊 这个人跑到我面前呢 他不知道这还有个人他在换子弹啊 因为只丢了一颗道具啊 但这边我拉出来压发秒掉了锯台下的一个狙击手 好像是啊 我哪的压发 低了一灯 这个时候要含一下有气势一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啊 没有办法了 只有用绝招了 按下我脑门上的开关啊 然后我用我拉猎犬一般灵敏的狗鼻子啊 闻到闻到了这个 他们由于害怕我发出来的冷汗的汗臭味啊 因为他们的确怕我这边 呃 还有个一两局我就已经拿到了二十杀了啊 二十杀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击杀了啊 那么这个强王几强王几的段位 一般拿二十杀啊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啊 那么这边你看到呃 我拿出HK417之后压发秒掉了A门 然后手枪一个跳爆啊 直接送他们归西啊 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决赛局了啊 赛点啊 5比5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我我是没有录 没有录到我说话的声音 但是我当时是在游戏里面跟他们沟通了的啊 我就叫他们打哪打哪啊 我都一直有沟通的 但是他们前面也不知道 就我刚才说的那些原因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没打好啊 那么这把呢 我还是叫他们选择冲闭 但是我说的呢 是能打进去就打 如果打不进去或者打得慢了 我们就转点 中途就转点 但是他们已经冲上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没办法 我只有给他们补枪了啊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队友葫芦娃舅爷爷 一个一个往下跳 第一个人跳下去被打死了 后面连着又跳了两个人下去 又被打死了 其实队友已经爆点了 说那边有一个有一个 而且这个时候不用队友爆点的呀 结果没有办法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 果然还是不能 战胜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女玩家啊 大家这你们都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女玩家啊 那么这边地图切到阴影啊 在前面两局之后 一局杀一人就被干掉的情况下啊 这个我是真的没办法啊 一局杀一个人啊 没办法啊 被干掉 然后在这局又剩我一个人啊 那么这边我生气的啊 这个残局我势必要拿下啊 这边简报还定一下啊 压威三的残局啊 出来一波就全部死完了啊 这可是真的很叫人费解 出来一波就全部死完了 难道这个游戏最初级的玩法 你们都不会吗 在敌人压家 疯狂对你压制的时候啊 你如果这边实在是打不开 你完完全全可以配合道具 或者说直接就在家里面蹲一波 你不会丢道具就算了 为什么不选择蹲家 而是直挺挺的举着道具 别人打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还举着个道具往外面冲 去拿拿拿那个拿着那个道具 去往人家枪口上怼 这个是什么操作 这个是真的很难看懂 你别说这个打个高段位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玩家都爱犯这种错误 他觉得这个道具一定要丢掉 不丢掉就很浪费 好像是他就是真的啊 比如说你去游乐场啊 你买了一张票啊 或者说你买了一个冰淇淋啊 你明明吃不了 但是你还是想要把它吃掉啊 或者说你去游乐场 你明明就怕高或者晕高啊 你买了一张那个什么 呃那个叫什么来着啊 那种高就是比较吓人的 那种比较高的那种娱乐设施 比如说什么摩天轮啊 或者说什么什么过山车啊 你明明就晕啊就怕就不敢 你非要去做啊 你那不是做死的吗 你比如说像我一样 胃非常的差啊 肠胃非常非常的差 你买了一个冰淇淋 对吧 你不能吃啊 你啊 这边又是压发啊 你不能吃 你非要去吃啊 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好的 那么在刚才我拿下那个残局之后啊 又连搬回来两分啊 呃 打完那个残局之后 士气回来一点啊 然后呃 拿下一个残局一分 然后再拿一分啊 那么这边呢 呃 也是没有办法了 对面喜欢冲 我们先在家里面蹲一波啊 配合队友 呃 我们来上一个加里顿大学吧 啊 这个就没办法了啊 然后来到L点这边啊 拐脚先缩头看一下啊 因为确定酒吧桥这边是不敢拉啊 因为你有的时候要看一下队友的走位啊 尽管队友 这种队友很可能会卖你 但是你还是要有的时候会相信他们一波 因为这边地图上可以显示酒吧那边上去两三个啊 下面也有人啊 所以说这边我们可以先不用架那边啊 我们就先架着队友要进攻的地方啊 然后帮他架一下啊 但这边队友还是全部隔壁了 那么又剩了我一个人啊 压为五的残局 在我打死四个人以后 直到最后一名敌人避在我的周围 因为这一把的敌人喜欢开局 就采用包角子战术三个点 同时一起压 更何况我之前教过大家很多次啊 打三局一打多的话 第一思路一定要把敌人当成在近点 先清近点 所以我们要先搜查敌人在不在近点 知道他的位置自然就好打了 但是我这一我这一边是失误了啊 我猜想他在我后面啊 然后我跳起来准备直接去打他 但是我失误 直接打了一个盲局啊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啊 这边的点位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啊 我知道有很多人没有看过 我以前爱拍的这个冰服点位视频 所以说有很多点位 是大多数人都还是不知道的啊 这一期的视频这个阴眼部分的话 大家正好可以学习学习啊 像刚才讲到这个盲局啊 盲局的话我的视频里面 其实很少出现盲局 基本上都是顺局啊 我经常看弹幕里面有人在 因为视频中的片段看起来没有开进啊 所以来争执到底是不是盲局 多数情况下啊 都是顺局啊 失误的话就会打成盲局啊 但是有的时候盲局呢 也会盲死人啊 盲局的话 他的每一枪盲局都 一般的狙击枪啊 当然有的狙击枪盲 也是打在中心点的啊 你比如说98k这种枪械啊 盲局是可以忙的 忙的准的啊 但是基本上像大炮 AWM这种枪的话 它是忙不准的啊 基本上你每一枪开出去的位置 以前 视频有跟大家 就是解释过很多次 盲局基本上 每一枪的点 它都不在一个位置啊 都是乱飘的啊 乱飞的啊 在直播的时候 也有恩赐啊 无数次讲过这个 呃 释放给大家看啊 讲解过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去纠结 好 这边这个残局呢啊 终于呃 终于是拿下了一个亚威武啊 呃 拿下一分啊 这边我这个队友 你看 虽然他没有死 但是他们的作用还是不大 呵呵 他也就是仅仅拆了个包而已 呵呵 呃 所以说我也是很尴尬 打这一局的时候啊 打这几局的时候都非常的尴尬啊 呃 猜想呃 猜想起来啊 昨天呃 因为这几天我的 小儿子都在这个住院 所以说我比较劳累啊 昨天回来 我想这个给单子号打个首胜啊 结果打完首胜之后 连续两把碰到一个粉丝啊 他听出了我的声音 但是呃 我就在那里跟他装啊 然后我就出着嗓子跟他说话啊 他说就是你 我听出来了啊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装啊 装不是我 结果装着装着呢 呃 前面刚上线的时候 虽然比较劳累 但打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装着装着呢 就把自己给真的装进去了 后来就真的打不死人了 不过还是呃 两把的ACE 但是还是呃 没怎么发挥好啊 就是就真正的到那种打不死人了啊 但是虽然是ACE 但是突然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打就打得很差 呃 没有带昨天的那名水友飞啊 也是呃 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好不容易碰到我啊 居然没能带他飞啊 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尴尬啊 虽然他认出我来了啊 呃 然而我这一期视频我知道他会看啊 呃 在这里也是小小的跟他抱歉一下子啊 这边这个残局也是这一枪没顺到 非常的可惜啊 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这边包炸了 虽然把它打死了 但是没有一点卵用啊 啊 你看这边还是又是来到了20s啊 又是20s啊呀 呃 最近排位里面 虽然是我啊 虽然是我在打 虽然没有 没有在直播 多数情况都打得非常的好啊 呃 直播的话可能打不出来这种效果 就是 就是手感一直很好的情况下啊 基本上是做不到啊 因为直播 比你存玩游戏要累得多啊 比如说我存玩游戏 我可以打三四个小时啊 不累啊 直播的话 你播个两三个小时 你就会很累很累了 呃 所以这个就 虽然是没有直播的时候打的 但是还是 有的时候碰到这种队友啊 或者说 有的时候碰到开挂的啊 什么的啊 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难搞啊 这个胜率也是没有像以前一样保持的那么的高啊 但是保持个70% 80%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刚打的那几个号啊 简直难打的不要不要的 又是掉线又是那个什么的啊 掉线也算输啊 对吧 然后碰外挂呀啊 也是碰到那种比较猖獗的外挂也是打不过啊 直接穿你你怎么跟他玩啊 没得玩 好了 这边好像又是一个残局啊 敌人又暗放了这四十啊 那这边还有一名队友在和我并肩作战啊 那么这个残局应该是能拿下啊 在我有队友我可以叫他直接拆包啊 好像是和上一局一模一样啊 压模压样啊 再把我的队友终于开始杀人了啊 他们终于站起了 莫不非是我们要赢了 我们有机会翻盘了啊 对面还怀疑我开挂了啊 呃 那么啊 我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啊 那么这边我们中路抽一枪吧 中路先架一个收两个过路费 压枪两个一炮双翔啊 这边我已经杀疯了啊 这一枪居然没死 这个人啊失误了啊 虽然失误了 但是左边那一枪明明是看着应该是打到了 这呀 我很纳闷啊 那么这个也是没得说了啊 最后也是直接输掉了这一局啊 没办法了啊 毕竟我死了这队友基本上 对吧 你们懂的 没什么依靠性的啊 靠不住了26杀还是输了啊 这个就很可惜啊 毕竟不是我的混戏吗 所以说我带不动他们啊 我不想带他们 我不是带不动他们 哈哈 啊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 解说到这里了 有16多 16分多钟的啊 也算是比较长的一期了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拜拜 小哥哥小哥哥 看完视频 你都不要忘记数字三连哟 嘿嘿嘿 好的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老兵回归福利的领取方法 首先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cf.qq.com 进入到我们的穿越火线官网 然后再点击上方的这个极品神器 现实领取 进入这个网页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往下拉 往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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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到这个领取框界面的时候啊 就可以了啊 在这个领取框里输入这个邀请码 也就是我的斗鱼直播房间号 5391916 嗯 填好邀请码之后呢 然后点一下这个点击领取按钮啊 就可以了 只要是在9月1号之前没有登录过cf.com的账号 都可以领取丰厚的好礼神器 啊 我们再往下拉 看到这个榜单啊 嗯 只要你来填写这个邀请码 除了能领取福利以外 还等于是在帮 呃 你收割做数据啊 那么还在等什么 赶紧来领取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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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